精英作家是他的代名词 如果你对他的定位还不够清晰 那么令人心动的offer你看了吗 没错 他呢就是节目当中的那个金主爸爸 确实这款车呢 他整个形象跟律师那种干练精致的气质 非常的吻合 整个外观颜值方面给人寄精致 同时呢看起来也相当的具有品味 来到这次侧面 有没有一种A7的那种感觉 看起来霸气侧露 整个车身非常的修长 而且呢这款车 他可以说是20万的B级轿车当中 颜值非常高了 那么这个颜值你打几分 车内十分的方正规整 很像是精英人士那种一丝不苟的气质 并且呢像车内他在整个科技感方面 也做得比较到位 比如说他是搭在HUD台头显示 一个中共平和液晶仪表 包括最醒目的是中间这个大尺寸的旋钮 看起来非常的具有这种横向操控的欲望 质感方面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他有钢琴烤漆面板啊 以及各种旋钮啊 还有这个镀铬装饰来进行点缀 不过呢有些人会说这个内饰颜色 有一点点的单调啊 不够那么的年轻化 那么他还有一款叫棕色和黑色的内饰 看起来会更加的丰富 有质感一点 重点来了 这款车呢是搭载了第四大MMD的 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 官方的百公里综合油耗是低至1.5室升哈 说实话 人家不禁仅自私善 而且呢还很主动私用性哈 此外呢像有些人会说 这个20万级的B级车怎么能够称之为精英作家呢 但是呢你要这样想啊 靠自己正儿八经的努力来买一台20万的车 难道不算是精英人士吗